各位香港佛光道場的信眾們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這一部禪叫做梁黃寶禪 那在佛教有很多的禪 比如說金剛寶禪 大杯禪 慈杯水禪 但是梁黃寶禪是一切禪中最 就是部頭最大 最經常在傳送的 所以稱為叫做禪王 那梁黃寶禪是怎麼來的呢 它是在魏晉南北朝 南朝有一個叫宋齊良臣第三個梁代 一個皇帝叫梁武帝他所寫的 那他怎麼會寫這個禪呢 他是因為梁武帝有一個寵妃叫做吃氏 這個信非常的特殊 梁武帝有一天晚上做夢 夢見這個吃氏哭哭啼啼的跟他說 說皇上以前你非常的寵愛我 我因為嫉妒心 稱恨心 所以我把你所寵愛的其他的妃子都給害死了 他們所懷的小孩子我也把他弄死了 也就是說我殺生非常的重 因此我就墮入蟒蛇 蟒蛇到晚我們知道蟒蛇是稱恨心很重的 這個蟒蛇的鱗片 它身上有很多的鱗片 這鱗片每一個鱗片當中 就好像有一萬隻的蟲子在咬著它 所以是非常的痛 他說能不能看在夫妻一場 你能夠救度我 梁武帝醒來之後 就很驚訝請教他的老師 就是寶智禪師 寶智禪師 寶智禪師跟他講說 這個要做一個禪法 因為是梁武帝所寫的禪 所以叫做梁皇寶禪 其實梁武帝在寶智禪成南朝國家裡面 他是最有作為的 梁朝也是南朝當中活作 就是年代最長久 一共有五十九年 梁武帝其實對佛教非常的互持 他度了很多人出家 他住院很多的經典 甚至建了很多的寺廟 他為了要互持佛教 我們知道其實做皇帝也沒那麼簡單 不是說我想要在國庫裡面撥款多少 那大神就會聽話 所以梁武帝想了一個辦法 他要支持童太寺 也就是說 導致禪師他的老師所住持的寺院 沒辦法他就做一件 把自己賣身了 賣了給佛教 叫做佛奴 賣到童太寺 大神們就很著急 說皇上國家不能一日無君 你要趕快回來 他說不行 我現在已經賣給佛教了 所以我已經不是我的了 怎麼辦 你們拿錢來贖啊 所以大神沒辦法 就撥一筆預算 把梁武帝贖身回來 梁武帝覺得這個辦法不錯 既可以互持佛教 又可以達到他的目的 就是說他互持佛教的這種理想 因此 聽說捨身同太寺三次 梁武帝呢 我們不要以為他是普通的帝王 他對佛教的研究也是很相當的 當時在南朝有一個叫涅槃宗 梁武帝還是涅槃宗的祖師 那梁武帝呢最有名的 除了跟他的老師寶智禪師 還跟一個出家人 也是非常有交往的 那個人叫做菩提達摩 達摩祖師呢 從南方海陸來到了中國 剛好碰到梁武帝 所以拜訪 跟梁武帝有一番的作答 一個對答 很精彩 梁武帝就說 對陣者誰 就是說 禪師 你面對的我 究竟是誰呢 那我建很多的寺院 住院經典 然後我度很多人出家 我甚至寫了斷肉文 所以我們 汉傳佛教會吃素 是梁武帝寫一個斷肉文 就是說吃素的 吃災的 這是根據泛王金 也說梁武帝認為 我對佛教這麼多的護持 這個達摩祖師非常不客氣的 一個兜頭就說 你是了無功德 因為梁武帝 因為什麼叫功德跟福德 你說你有一些 你有相 你又覺得你有所作為 你覺得你有所不失 所以就彈出一段很精彩的 功德跟福德的論辯 那我們會覺得說 梁武帝非常差勁 其實不是 我們常常說 當一個人是很優秀的人才 但是當你碰到 不可釋出的天才的時候 你就只好屈居下風了 所以梁武帝碰到了一代祖師 達摩祖師 其實這段對話 讓我們看到中國佛教思想史 有一個現象 當時南朝特別重視義理的 就是義姐們 在經典的研讀 但是達摩祖師是修禪關的人 禪修的人 那當然就話不透析了 所以因此 達摩就跑到了北方 到了松山的一個支脈 叫做邵氏山 就在那邊打坐 聽說是坐了九年 所以人們稱他 叫面壁婆羅門 所以梁武帝其實 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對佛教的護詞 梁武帝本身是個文學家 當時南朝有個叫靖林伯友 梁武帝跟他也好 他的太子叫昭明太子 寫了一部書叫昭明文學 所以他們父子 因為文學底子很好 佛學內涵又非常好 所以有梁武帝帶著大臣 然後保釋公禪師 一起參與的這個禪 就叫做梁皇寶禪 梁皇寶禪一共有十卷本 一共有四十瓶 這四十瓶當中有二十一瓶 都是為各種人 比方說為自己的父母 師長 國王 甚至魔王 鬼王 甚至各個出家人 比丘比丘寧 乃至第一惡鬼出身 來禮佛懺悔 所以可見這是一部 為一切眾生禮禪 其實最早的 梁皇寶禪一開始 就叫我們說一定要從禮禁三寶 然後對人生有一個叫斷移 就是說人生究竟從哪裡來 要對無常 諸行無常 起一個警惕 然後要懺悔 然後要發菩提心 因為菩提心會露水道心 不容易堅持 所以發到菩提心之後 還要發大願禮 所以叫發願 然後這些功德要回向 所以發揮向心 那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 梁皇寶禪告訴我們一些 因緣果報是怎麼來的 然後呢 還有一個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的冤結 我們的怨恨 我們有佛教 我們常常講 叫冤金債主 你的冤家究竟是從哪裡來 所以這是梁皇寶禪裡面的非常精彩 原來我們的怨對 我們會生氣 會讓我們起怨恨心的 是從我們的親人而來 所以這裡面大概是這樣 那這裡還有一篇告訴我們說 我們作為人 作為人道的眾生 要值得非常慶幸 有十五種的慶幸 那這就大概是 梁皇寶禪的大約的 它的結構 那現在我就取當中 比較重要的 來跟各位做一些說明 首先呢 這裡面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發菩提心 那什麼叫菩提心呢 在梁皇寶禪裡面講的很重要 其實菩提心就是佛心 也就是說 關懷眾生的心佛心 因此什麼叫菩提心 就是跟正法善法相應的心 都叫做菩提心 他說呢 好像我們這個田裡面 如果你不下種子 就沒有辦法發芽 所以各位 發菩提心為什麼那麼重要 我這個田裡面一顆種子都沒有 怎麼樣陽光水分空氣灌溉都沒有用 所以以菩提心為種子 那麼你才能夠證得無上的佛果 那發菩提心呢 所以以發菩提心為因緣 然後以報答上報佛恩 要下祭一切眾生的苦 然後說呢 發菩提心的出發點 就是要利益一切眾生 甚至是供養一切如來 所以要讓這個菩提心 要能夠不斷的 叫相續不斷 這是說發菩提心的重要 那這菩提心呢 我們剛講說 會一些不太堅固 所以呢 良黃寶藏也告訴我們 還要再發一些十大願 也就是說 首先呢 讓你這個願心要生生世世 能夠呢 不夠不斷續 然後呢 要對一切的諸佛行這個諸供養 然後供養一切的大聖方等級 也就是說供養諸佛諸法 然後無量無邊的菩薩 無量無邊的聖賢身 甚至呢 你要報答恩惠 所有的恩德 那甚至呢 你要來護持三寶 然後對這個 要在這個有 就是說度一些 我們說印以合身得度者 甚至度一個宰相 國王 以對他們的度化 然後來護持佛教 然後當然要莊嚴佛教國土 然後甚至呢 自己要努力修行 也得到一些神足通 神通力 然後來護持佛教 不忘失菩提心 那這個呢 梁王寶燦呢 有一個很重要 就告訴我們說 一個因緣果報從哪裡來 這裡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在第三件的地方 告訴我們說 一個人為什麼會出生在豪貴 就是說你出生名門富貴 成為一個豪貴國王 是因為你理事三寶 一個人為什麼會成為富有 大富有的人 因為你行不失 一個人為什麼能長壽 是因為你持戒 一個人為什麼能長得很端正 是因為你從忍辱中來 那這裡跟各位分享一個故事 怎麼說忍辱 能夠讓你長得端正呢 聽說大殿裡面的童慶 有一天就對童座的佛像抗議 他說我非常的不平 我們兩個童人都是童的材質 為什麼 信徒來到大殿就拿起這個慶槌 就敲著我說 拜佛不敲慶 佛祖不相信 但是呢 你也是童座的佛像 人們就把這個水果啊 供品啊 好吃的東西都來供養你 我覺得太不公平了 這個童座的佛像就對童座的大姓說 當我要成為一尊佛像的時候呢 那個雕刻師 藝術家 他看我的鼻子不夠高 他就給我摧摧摧 耳朵不夠深就哇哇哇 我都忍耐下來 所以我因為千錘百煉 所以我才成就今天的三十二項 哪項你呢 人們才拿一個慶槌悄悄的 輕輕的敲著你 你就汪汪汪的大叫 所以說端正 一個人要長得端正 你要修很多的忍辱不如迷 然後一個人呢 怎麼會有智慧呢 一個人怎麼會有很多的 就是他智慧親民呢 他就是要從很多的學習 然後一個人呢 怎麼會音聲漂亮 我們看有的人音聲很好聽 聲音唱起讚來好聽 是因為他讚嘆 讚嘆三寶 歌詠三寶 一個人怎麼會 就是說他沒有疾病 是因為人這個慈悲心 那一個人為什麼長得非常的醜陋 甚至短小粗黑 是因為呢 稱恨心 甚至呢是親昧人家 那一個人呢 為什麼會 陰雅 就是說聲音 啞巴一樣 因為就是毀磅故 總之呢這些 這是在梁黃寶散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 就是說 因緣果報 那是怎麼一回事情 他這裡講的非常非常的多 甚至呢 你為什麼會墮入各種畜生道 都有原因呢 比方出生羊道啊 牛道啊等等 那我覺得 這個提供給大家 可以好好的去看 那梁黃寶散呢 這裡有一則了 我覺得給大家知道 就是在第三卷的地方 這裡有一段話我唸給各位聽 他說 我們呢 這段話非常重要 這是梁黃寶散的原文 就是說 我們不要以為 善業很小 就輕視他 做一件這些事情 就會得到什麼人天國報嗎 他騙人的 他說用了一個P 像一滴水 我們看大海 海邊那個大岩石 海水一滴一滴一滴的輕視 能不能把它穿透 所以我們 水呢 一滴一滴的滴 也可以把整個水缸給滴滿 所以 莫以小善而不為 我們也不要小惡 我做一點小壞事 又沒人看見 會怎麼樣嗎 會 會招來殺生之禍嗎 好 我們說一個杯子 你給你一滴披霜 一滴毒藥 一個小小的火 就可以把整個生理燒掉了 所以莫以小惡而 就輕易地去做 他說 其實這所有的禍跟福 都是從我們的心造出來的 這是梁黃寶散裡面 非常有名的 就是要叫我們在這個心念上 要非常的小心 然後這個當中呢 在同樣這個第三卷當中 有很多很多夜暴的感照 也就是說 你做了什麼夜 就會得什麼生 這總共有十七種 比方說你為什麼得地獄國暴 你為什麼得了賴力病 你為什麼是沒有腳 有的人是沒有腳的眾生 他說有一種種的是 像一種動物 一種生物 是用肚子爬的 像蛇 像蚯蚓之類的 那也就是說他這種人都是 違背不孝父母 違逆 或者是搶奪了 搶奪迷糊等等 就非常的精彩 像有的人得到這個 失明國暴等等 總共有十七種 非常多的 那這個當中呢 十七種英言國暴的 都在第三卷很精彩 那這個第三卷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很精彩的地方 就是說 人們就說 我們世間的眾生這麼苦 那佛陀你為什麼不要 永遠住在世間來 度化我們 救度我們呢 梁黃寶采裡面有一段話 非常精彩 他說 當這些眾生呢 聽到佛講 因緣果報 大家都感動 然後啼氣 如雨下 就說 請這個佛陀你 久住說法 化 度化我等 說請佛陀你 我們這不是去普賢師大印裡面 請佛住世嗎 然後佛陀你不要離開 不要離開梭普世界 來度化我們 令我們解脫 佛陀說了一段話 他說我如果久住在這個世間 佛陀的人 就不會種善根 為什麼 因為知道說 反正佛陀在 佛陀常在 就不會覺得無常迅速 反而會去造無量的惡業 他說就好比一個小孩子 反正回家 媽媽就在 就說 好像說 母親永遠在你的身旁 不會生起難招之想 如果母親離開了 你就會生起 以渴望思戀之心 所以佛陀為什麼要釋現涅槃 他是方便釋現 那我們去想起佛陀為什麼到 道立天三個月 因為佛陀去了道立天三個月 眾生想念他 所以呢 蘇佛世界眾生就拜託 神通第一的目見臉說 目見臉你去道立天 看看佛陀什麼時候回來 那或者呢 以你的神通 把佛陀 弄成一個佛陀的畫像回來 讓我們有所 就是能夠瞻仰 所以 佛為什麼要釋現涅槃 不是 不是說佛真的有涅槃 佛的法身本來不滅的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說 反正這個人永遠在 道場永遠在那裡 師父永遠在 我什麼說去都OK的 所以要生起一個 稀有難得想 這是 聯皇寶禪裡面 我覺得非常精彩的一段 聯皇寶禪裡面還有一段更精彩 也是在這個 在第五卷的地方 他說我們現在講叫 怨親 怨親 債屬 這一段話我也跟各位講 他說我們其一切的眷屬 是我們的三世怨根 我們一切的怨恨都是從親人開始 如果沒有親 不是親人 我們怎麼會起怨恨呢 各位很簡單 你會對路上的人說 我討厭你 我恨你 因為恨是從愛來的 所以他說如果親人之間離開 離親就是離怨的 所以如果假以兩個人 各在一處遠隔他鄉 這兩個人就不會起怨恨之心 所以起怨恨之心就是怨親的 所以父母對子女責備 子女對父母討厭的 甚至兄弟姐妹之間 甚至在分財產的時候 就覺得說為什麼給老大這麼多錢 給我們老二老三錢這麼少 就會產生這種怨恨之心 所以他說若有財寶 親氣盡求 然後你給他99分的好處 少了一分 他不會感念那個99分的恩德 會對你那個一足一分的不足 起討厭心 所以各位 我們覺得不是很矛盾嗎 非常的愚昧嗎 親人你想想看 一定是有不可思議的因緣 你們才可以成為一家人 是不是 所以有的先生 夫妻不是以前 兩個人因為兩情相悅 才成為一家人嗎 子女不是因為你的親愛 所以你才來養育他嗎 所以各位 大家如果現在你在跟你的親人 跟你的親戚朋友 在冷戰的人 要趕快解除 解除這個怨恨 所以叫做冤親是平等的 所以這是梁黃寶禪 所以梁黃寶禪其實有非常多的 非常多很精彩的地方 然後他教我們要什麼 要行這個懺悔 那這個懺悔呢 他講一個稱心起會 各種百萬 百萬帳門開 這是在第六件 各種的障礙菩提啊 障礙讓你生病啊 障礙你遺失啊 讓你親近這個惡知識 然後呢 這個梁黃寶禪還叫我們 要行這個懺愧 要懺愧跟懺悔 也就是說 懺是對自己 愧呢 是對別人 所以呢 要行懺愧懺悔 凌凌種種 也就是說 然後要怎麼樣懺悔 要從我們的身口意三頁 從身口意三頁去下功夫 然後呢 因為對自己懺悔 同時我們要為一切眾生 來行懺悔法門 所以梁黃寶禪本身呢 真是一步 一步呢 非常完整 他從讓你起菩提心 然後要發 發這個回向心 那我們希望呢 透過在道場的梁黃法會呢 各位呢可以把 放下眾元 好好的來拜這個禪 然後讓你的身口意三頁 都能夠得到親近 一切吉祥 祝福大家